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清聰的摄影艺术里面 他究竟呈现了什么的 一个概念和含义 这很重要 我们要明白 这些摄影家的意图 包括一些更年轻的摄影家 比如说 现在在美国纽约的张欧 他是广州美院副中毕业的 中央美院壁画系的 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摄影 说是什么 他在大概三年前我估计 我忘了三年前四年前 后来在中国摄影杂志上发表 印象很大 他的意图是 拍一批被美国 夫妇领养的 中国孤儿 美国人在中国领养孤儿 百分之九十都是女 因为中国 中央其名 而且都是农村 而且今天已经有很多人的报道出来了 这些女的被领养到美国以后 目前我所看到的都是幸福成长 是吧 以至于有一个视频在中国有一段时间火爆了 就是一个女的长到二十岁了 然后终于帮她找到父母了 她父母痛哭流涕了 对不起孩子 结果孩子笑起来 很好很好 I am very happy 一点都没有那种感觉 是吧 那么张默拍的是这个 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张默在表现这个主题 他的照片其实还有更深刻的含义 以至于这个含义出来以后 被拍对象也很差 什么呢 它是一种对比 比如说 照片中男的和女的 男的就是那个领养的父亲 女的就是被领养的小孩 同时他们的一大一小 男的非常舒辣 女的非常小 同时他有一副关系 女的一副男的 男的非常亲热的 作为自助 是吧 同时 种族面相非常明确 女孩子就是中国的 男的就是美国的 这种对比 产生了很多 复杂的联想 那么也就意味着 作为一个女性的艺术家张默 他的眼眸非常明明 他不是在表现一个 美国人非常友好的 领养的中国 女孤儿的美丽故事 他在他相反 他人家表达的是一种 对比和差距 通过对比和差距 来传达一种非常明确的信息 里面包含着 我们所通俗理解的 种族问题 女性问题 其身问题 他都全包含在里面 还有这个西强东弱 对西强东弱问题 所以这个被派者 后来张欧赤家跟我说 他们看了这边有种 有种说不出的复杂感觉 好笑 不是那回事 不是那回事 一般人认为 这个题材就是如何歌颂 善良的美国父母 领养可怜的中国故人 可能那中国故人 在美国幸福的成长 阳光的生活 不是 这就是艺术家 你就不能说他是一个 简单的摄影家 他的技术 就是作品就具有批判性的 对不对 这就是要多一层 要超出我们所以为的 那个假想的主题 来接受后面 所以这个照片一出来 我说张欧赤这个照片非常精彩 我在国内就不断的推荐 因为张欧赤国内 是我第一个推荐 最早写了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这个女性摄影 非常的有意思 因为他真的有一种非常 让我非常 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性别 这个里面我 我就不能不认识性别问题 对讲到这个性别问题 我记得杨老师 你专门讨论过这个 镜头中这个 对 中国的女性的这个 镜头中的性别问题 可能在中国 我只能说可能 据我所知 应该可能是我第一个提出来 我在2000年参加 这个美国 伯克利大学中国研究中心 举办的一个研讨会 在中国影像 我参加的研讨会所提交的论文 就是看与被看 进度中的性别形式 里面谈的是三个中国女性艺术家 这三个女性艺术家 当时没有人谈的 真的他们还是学生 还是成长的初期 他们两个还是摄影家 那么在探讨一个 镜头中的性别现实 以及探讨一个 镜头中的暴力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很严重 为什么呢 是因为中国某种意义上 由于一个正在发展的一个条件吧 所以摄影家在中国其实很幸福 为什么说幸福呢 某种意义上他们可以随便拍照 是吗 不受限制 今天限制多一点 但是在80年代到90年代 只要对方肯被拍 你就拍吧 哪有什么肖像圈 但我感觉中国还是很多禁忌吧 这个 那是政治禁忌 是一个法律问题 尤其拍照被使用 对 对 在中国这个东西不存在 对对对 普通人没有这个意思 没有说这个被拍会 摄影机就是一支枪 是吧 逼向你 当然让你做出反应 也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被拍以后的结果 经过这么多年发展 现在开始有很意识到 但是在那个年代 大家还是很幸福的年代 也由于这个原因 恰恰呢 中国在很多影像领域是空白 比如性的拍摄就是空白 因为在53代到63代 中国一拍性的就拍女孩赏笑容 阳光灿烂下的笑容 哈哈哈哈 男的也赏笑了是吧 立光 生活在幸福的天气 这个所谓的这个美的标准 对美的标准 是吧 所以反过来 就会引起一片非议 就像1972年 著名的电影导演 安诺尼奥利来中国拍截图片一样 今天我们看的镜头片很正常 怎么看我都不觉得 怎么看都不知道 这个安诺尼奥利导演 有什么愁华情绪 没有啊 他拍 而且还是被限制的 被规定的拍的 只不过他拍的镜头 那些监视的官员没想到而已 比如说他在准备相机的时候 很多人很好奇的看他 他就拍下来了 而中国官员认为 这有什么好拍呢 因为拍好不是拍好了 拍好开始 按镜头的 没有啊 他什么都拍啊 结果他镜头里面就出现一个 整天出现的镜头 就很多人这样 看来有人这样子 看来有人这样子 当时可能接受不了就是西方这种拍现实的这样的一个主题 他必须要可能要按照他的意图出来啊 这种光荣伟大正确 所以安东尼奥的这个不幸遭遇被中国打批判的这个遭遇上说明 中国那个年代的影像是反先生主义 而且安东尼奥也很欲望啊 他们都是这种共产主义的这个崇拜者 所以中国刚刚是反先生主义的 安东尼奥也是先生主义的 后来我在中国大上课 我给学生放了副片 没有一个人说 有什么负面作用啊 你们唯一的一个负面的话 如果我们要挑选 挑的话 这一句话拍到长城了 然后说 人家历史上 从来没有一个 如此无用的军事设施 花那么多钱 那那个也跟 跟这个 这个 共产主义 是啊 这就是历史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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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问题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真是麻醉了 十分钟真是麻醉了拍的很刺激 今天我在想 真的还是假的 真的还是假的 不知道 但是 很有意思 这个说明什么 说明那个年代 我们现在是反先生主义的 我们要灿烂的像是做出来的 就摆出来的 所以 把前代以后就整个彻底回归 彻底回归以后 就有很多图像空来的地方 今天一个就是性 这个 怎么样拍男性 怎么样拍女性 怎么样拍这个事情 现在很开放 是吧 现在这个任行啊 现在做了这个 这个展览啊 是吧 但是 我们这一代人在八十年代 这样拍 当时觉得好像很 好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 是的 的确 很大的障碍 所以 所以 而且可能 也就是从八零后开始吧 七零后可能都没人这样拍 对对 而且 因为那个时候的整个社会风情是这样的 是吧 所以想到中国 后来还有绵绵的 写了那种 《伤害宝贝》的小说 是吧 后来有更开放的小说 是吧 中国今天已经有很多统计学家统计的 社会统计学家统计的 中国的这个 这个夫妻的那个 这个这个 这个女性出轨率达到百分之七十还是八十 是吧 中国就是一个 新欢乐的 时代和 一个 社会啊 但是他在想过吗 嗯 《七三丹漠》 其中一个重要的小说叫 叫《强子蒙天津》 年轻人不会知道 嗯 他出名的小说叫 《乔厂长上任记》 你们现在也不会看 讲的是一个工程师 将要改革开放 要领导我们的工厂走向胜利的远方 而他的情人就是 呃 这个厂长 他的情人就是女工程师 两个人又是情人 而且两个人 登记结婚 从结婚 登记结婚出来以后 毫满地描述 工厂的未来 嗯 于是 八十年代中 上 在法国 汉学界开过一个 中国新小说的一个研讨会 有一个法国的汉学家 还发出感慨 哎呀 你们中国人 我们表达感情 这是寒序啊 哈哈哈哈 他们已经是登记结婚了 他们已经是正规夫妻了 对我来讲 我们认为正常反应节 两个人要抱结婚了 他们却在畅谈工厂的未来 哎呀 但是我看了之后 我都是简直 简直觉得不知道怎么行我 中国老是这样的 哈哈哈哈 今天有这样的事吗 没有 完全没有 这个放到现在来说 也是不可理解 这样不可理解 这样你们年轻人觉得不可理解 两个夫妻 结婚出来了 还在畅谈工厂 未来 女性主义者 批判她 强烈的男权主义色彩 男人关心建设 女人关心生活 哈哈哈哈 是吧 对对 所以 所以 当时我 谈到这个问题 其他三个女摄影家 其他一个就是张鼓 嗯 另外一个是 现在已经灵魂 中外的女艺术家 曹菲 嗯 还有一个不做艺术 但是当时我当时我很震惊 就是她 作为一个女性的自我表达 把一个事情推到极端 就是陈寗一样 嗯 她直接就拍女性的身体的生理反应 在这个年代 女性在自我表达的这个 轨迹上 她作为最紧 她作为最紧 她作为最紧